与施永青对谈 今次与施先生谈一谈 就是内地 今个星期初 沸沸扬扬说的是粮食节约 有女明星说 过去因为粮食节约 吃了旁边的洋葱 施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今天说一说 内地其实N-1 如果10个人去吃 就吃9个人份量的东西 你怎样看这个做法 突然间会在内地掀起一个风潮 有些人说 因为水灾 粮食不足 所以要紧张些 要人家吃少些 我自己认为 这种说法 不算很成立 你现在推动人家 改变生活习惯 节约 不是很快可以见效的东西 要透过教育 宣传 慢慢改变人家的习惯 对解决水灾后 糧食不足的问题 作用很低 所以我认为 这是没什么关系 反而我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 习近平在他扮演 他的领袖角色的时候 所做的事情 是跟江泽民年代 胡锦涛年代 胡锦涛年代 是有些不同 反而有些事情 就近了毛泽东年代 因为 传统上 中国的领导人 从皇帝时代 都是要作为一种典范给人民 他除了政治上的领袖之外 他也是道德、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定调人 以前毛泽东年代是相对政治化的 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读毛语录 政治、经济、军事、人生 各种事情 他都包罗万丈 都要由他来制定标准 到江泽民、胡锦涛年代 就相对宿宅 宿宅就是政治上的事情 例如江泽民提出 生国代表、科学发展官等 那些相对不是去到日常生活的伦理上 去到日常生活伦理上 儒家文明一向都有 孔子所定出来的事情 是日常的伦理、家庭的关係 国家与人民的关係 是全方位都去做的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都是 国家领导人 当然你可以说和国家利益有关 但亦都是去到日常生活 他都会对国内出现的情况 提出一些意见、提出一些要求 所以才会出现 叫人如何去节约食物 以前提出要节约食物 很多时候是针对官僚 这次似乎不是针对官僚 不简单 是全民 他觉得整个中国现在文化都有浪费 所以是一个对全民的生活作风 提出一定的要求 其实你这个逻辑 比较少听到 因为大家都 我看到很多分析 都集中于究竟是否缺粮 缺粮 靠现在去狗简一 解决鬼倒问题 缺粮是眼前的问题 这些是生活作风的人的价值观 是要很长远才能起作用 你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从一个实际生活上去看 或者我们了解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世界其他的持份者 例如其他国家 他们卖粮食给中国 或者中国在购买其他日常用品的时候 会否都会因为这次定调 而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是两回事 这是民间作风 价值观的问题 和一个国家的粮食政策 是不同的 就是中国粮食政策 现在应该很清晰 就是主粮 稻米、小麦、食饱肚 它是要求自吸自足 尽量自己生产 所以它会要求保留一定的坚地 也都会国家有政策 定一些基本收购粮食的价格 令到农民继续有因去种粮食 但是对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可以有蛋白质 增食物里面的比率 它是希望一直提高的 就是多些人能够引到牛奶 吃到肉类 让人民有机会吸收营养 是一回事 你大量浪费 没有必要的浪费 也是另一回事 我在内地 我们的同事活动 每次 其实我说过很多声音 他们都改变不大 例如 他们叫做年会 周年大会 就是吃一餐 吃一餐 他们订的那些菜 其实是很多酒楼的套餐 贵就不贵 但是全部很大量 吃不完 浪费 人们对浪费食物 已经无动于衷 我们小时候 父母教育 在食物上 真是很辛苦 吃饭 有半粒爬症 家人都会提醒你 你吃饭 你还没吃完 很辛苦种出来 你不可以随便浪费 我们乡下上海人 吃泡饭 第二天早上 有时早上 甚至下午 都是吃泡饭 就是 找些冷饭 淋一些滚水进去 吃一些菜 菜都是冰的 送来的 冰箱拿出来 现在冰箱拿出来 那年代 没有冰箱 煮都不煮的 整液都不煮的 目的就是省资源 但是现在可能 那些年轻的那代 没有资源短缺感受过 所以他们就相对浪费 从你的经验里面 你观察到内地的 是否公务上的 餐饮文化 是比较香港 是否浪费 香港都一样浪费 不过通常 通常 因为浪费得多于私人 私人食 通常打包回去 在香港很普遍 大陆现在都普遍了 有一个时期 他们觉得 打包回去 是不光彩的 不光彩都不吃 才表示闊却 这些作风 我相信 现在开始 起码在国家层面上层 希望去改变 我觉得 没有的时候 你就充闊 就表示 很多可以吃症 但当你有的时候 你不用靠这些东西去充闊 为何我这样问 就是因为 我和大家 过去这么多年 吃团年聚餐 通常香港的酒楼 现在通常都是分送 大家一份一份 内地是否这样 内地有些都喝了 外面的都有高档的 餐厅都有分送 但更多的是 摊在桌面 香港很多 有些西式的 就是一只吃完 搬走到第二只送 但他们都一起上去 擠在这里 所以大家的饮食文化有些不同 是的 我自己都很不喜欢浪费 因为我知道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是不够吃的 或者我们受的教育 当时又比较重视一些 我们读书的时候 读大同与小康 《货户其弃诸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户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这种想法 我们是相对更新提顾的 我自己个人认为 由国家层面提倡一些 基本的伦理道德 我自己是认同的 好的 今天和施生谈到这里 下次再谈过